为了360给你全方位的好天气 大家好我是维静 最近这段时间受到两波寒流的影响 真的是非常的寒冷 同时呢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还伴随着下雨 真的是又湿又冷 好事实呢 这波寒流预计在礼拜二的白天 就会逐渐的减弱了 所以预计呢在礼拜二 气温就渴望止跌回升 只不过提醒大家了 在东北部地区呢 因为是位在东北季风的营封面 所以还是有下期短暂阵雨的机会 外出还是要记得攜带雨具了 至于在未来这个星期呢 天气状况可以说是渐入加近 怎么说呢 因为冷空气开始减弱了 气温的部分会一天比一天还要再温暖 而且呢到了周休假期 更渴望是全台各地都有机会见到阳光 这个周休假期呢 可以说是过年前最后一个周休假期 所以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 好天气的周末呢 进行大扫除或者是采满年货的活动了 千万不要错过 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 这波冷空气呢 正在逐渐的影响台湾 预计呢 到了明天的白天 就渴望冷高压冬移出海 冷空气南下的幅度呢 就渴望减弱了 所以其实呢 从这个礼拜二的白天开始 冷空气就会减弱 气温就明显的回升了 只不过呢 因为东北季风还是持续的吹 所以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 北部山区跟东半部地区 还是有下期短暂阵雨的机会哦 这些地方的网友们 外出还是得攜带雨具出门 好再来看一下气温的部分了 其实在礼拜二的清晨呢 受到冷空气的影响 感觉还是蛮冷的 中部以北 东北部地区的低温呢 依旧是来到只有8度到10度 南部跟东南部呢 也只有12度到13度而已 冷嗖嗖的天气哦 只不过呢 就像刚刚讲到的 到了礼拜二的中午左右 冷空气减弱了 高温的部分呢 北部东北部 渴望回升到16度到17度 中南部地区 更渴望回升到20度左右 比较舒适的气温 所以未来这段时间呢 整体来说 就会逐渐变成日夜温差大 中午温暖 早晚冷的这种天气形态了 所以提醒大家咯 最近这段时间 早晚会比较冷一点点 早出晚 要记得注意保暖 而且呢 可以多吃一点 像这种暖乎乎的火锅 或者是热饮 来暖暖身体咯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气象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